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影时光,我是小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无一生还的电影《奥罗拉公主》 电影开头,一个女人拉着妓女到厕所里暴打 后来更是拉到卫生间的小隔间里 小姑娘的哭声刺痛了女主曼妮 曼妮想离开的脚步还是停下了 当厕所没人后,曼妮狠狠地踢开了厕所的门 杀掉了这个虐待妓女的恶毒女人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仅仅是出于一个母亲的同情 但是屠杀才刚刚开始 一个女人在美容院享受着服务 曼妮在此出现,把石膏灌进了女人的鼻子 女人最后窒息而亡 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奥罗拉公主的贴花 而在第一名死者的脚上也出现了奥罗拉公主的贴花 就在这时,曼妮出现在一个男人身边 第二名死者是这个男人的情妇 当天晚上,男人就带着曼妮醉醺醺的去了自己的店 曼妮拿出了一瓶不明液体 惊虫上脑的男人立马就喝了 过了一会儿突然开始吐血,倒在地上 三起案件发生,警察才真正反应过来 这绝对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但是却想不到有何联系 就在这时,曼妮又对一个出租车司机下手了 然后又盯上了一个色咪咪的胖子 最后剪掉了胖子的二哥 之后一个生命狼藉的律师也死在了家中 这时曼妮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而今办此案的陈哥则是她的前夫 原来曼妮那天没能敢去接六岁的女儿放学 打电话让前夫去 可是前夫却以工作繁忙为由也没有去 最后女儿被一个富二代哄上了车 遭到了强奸并残忍杀害 浑身赤裸的抛尸在了垃圾厂 第一个死掉的女人是女儿同学的继母 她没有好心受了女儿 而是让女儿去找妈妈 之后女儿就去曼妮的店上班 可是女老板急着和情夫去做美容 把小姑娘赶了出去 于是这两个人就成了曼妮第二和第三个目标 之后女儿坐上了出租车 想去找妈妈 可是出租车司机因为小姑娘没钱 就把她赶了下来 为什么曼妮那天没能去接女儿呢 因为曼妮的车发生了追尾 被小混混纠缠缠调戏 被赶下车的小姑娘被富二代接上了车 最后先奸后杀 抛尸垃圾厂 富二代害怕坐牢 于是找了律师 律师拿了钱就颠倒黑白 让富二代以精神病为由 逃脱了法律制裁 继续逍遥法外 这些人通通都死在了 为女儿报仇的残酷母亲手里 而为女儿报仇的曼妮 也选择了自杀去天堂和女儿相聚 电影里所有的主要人物 全都死得一干二净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